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开源项目 这个开源项目呢,比较有意思 那么它呢,实际上是一个模型 文本转图像的模型 那么它的用途呢,就是使用文本控制 对这个图片呢,进行一个编辑 它具体的效果呢,它这个 下面在这个地方看一下啊 大家看这边有个图片 就是你上传一张图片 那么你直接打一个文字啊 就是添加一个沙发 那么它会自己在图片上呢,就添加这么一个沙发 然后你还可以通过这个文字的描述 去精准的控制它的一个位置 然后呢,你可以继续添加别的东西 比如说它这边有很多的选项 添加桌子,灯,等等这类的东西啊 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的 你想添加什么东西 然后你就输入你的内容 它会自动在图片上面进行编辑 就是这个项目的一个用途啊 然后它这个下面呢,还有对这个视频的一个编辑 比如说这个女的,然后呢,给她添加一些东西 实现一个对视频的一个动态编辑 这部分功能呢,目前我没有看到 它可能还没有开放 这个我们回头如果有了的话 再给大家介绍这一部分 这个呢,是今天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我们先来看下一个视频 好,这个大家看到了啊 一个女孩,她通过这个项目 添加了一个皇冠 然后呢,加个眼镜 然后再加个项链,加个衣服 它是一步一步添加的 这样的 然后呢,这个项目,大家打开之后呢 还是点这个启动 然后这边我们稍等一下 好,我们这边经过一段时间来加载 大家看需要加载东西有点多 加载完之后呢,这边就打开了 点这个地址 这样就可以启动 然后这个下面呢,还有一个更新提示 其实之前呢,有很多人问说是这个东西怎么更新 给大家一个统一的说法啊 就是这个 并不一定是新的 就一定好用 因为新的呢,可能添加一些新东西 或者它改了一些其中的代码之类的 如果你全部更新的话 那么可能会导致整个项目会爆错 所以这个东西呢,只要它被影响使用 大家就不要去动它 免得你动了之后还出问题 然后呢,这边是它的使用界面 这个呢,我都汉化了 然后也没啥可说的 这个项目呢,本身使用起来并不复杂 咱们下面找个例子 这个图,我相信很多人都比较熟悉 很多人都在这个上面画过一些东西 咱们在网上都可以收到 这边呢,它可以通过这个项目 直接去添加一些相关的东西上去 它这边呢,有一个单个对象描述 还有一个输入列表 它们两个呢,其实作用是一样的 就是说你只计划在这个图上面加一个东西 比如说这个第一个 假如说你只打算把它的衣服 换成这个黑白的西装 它就叫单个对象描述 你把它贴到这就可以了 如果说你这下面后面还有一些别的内容想加的话呢 你就需要把它写成这种格式 一行一个东西 然后这样去写 这个我们来统一翻译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黑白套装 太阳镜 蓝色的口罩 黄色书包 红色蝴蝶 这是一个多行的一个列表 这两个一样作用 然后如果说你是单个对象描述的 你就点这个 然后来生成这个结果 如果你是多行的这个结果 那么就点下面这个 他们两个的生成按钮是不一样的 然后因为我咱们基本是多行 我把这个删掉 然后就直接点这个了 然后先点一下 然后下面这个相关的参数的 其实比较容易 这是部署 这个是种子 固定种子还是随机种子 这可以自己选 然后这玩意后面大家都理解 这个就不说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每一步怎么生成 这个就默认情况也是关闭的 其实这个不建议大家打开 速度一下慢的就不能接受了 大家这边提示着 关闭可以加快生成速度 是吧 所以这一项大家就是保持默认就行 比较去动它 其他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咱们直接看结果就行了 这个算一下 大家看到它走了很多的进度条 它应该是每一行一个进度条 这样的 然后我们这个效果就这样 然后可以放大一下 看一下 大家看是吧 是完全根据我们的那个输入的词 然后来生成的 黑色的眼镜 蝴蝶结 书包 西装 对吧 还有帽子 那么这个整体的效果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然后同时呢 它会在这个文件夹里面 生成这样的一个MP4的视频 会显示整个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这样 是先生成的衣服 然后呢墨镜口罩 书包蝴蝶结 还有帽子 整体效果确实非常的棒 非常的不错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其他例子 来找张图 用这个 然后呢在上面 在这上面画个桥吧 看能不能画出来 好我们这边输入这个描述 然后呢点这个开始 这个是我们的效果 我们可以放大一下看一下 下载一下 然后大家看一下这个桥 最起码知道把桥画在这儿 也是桥的样子 画成这样真的已经很不错了 所以这个项目整体来说确实不错 它在画这个人物这方面 效果更精准一些 然后呢这边还有随机种 大家如果觉得不太满意的话 你可以把随机种的打开 然后多跑两次啊 让它自己去出一个更好的效果 那么今天内容就这些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下载一下 大家拜拜 拜拜